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先討論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 未來有一天就會出現渡春航的情況 天文台估計有機會低見12度 溫度越鼓越低 寒冷有雨格 最新的天氣預測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據報近日有一宗熱話 和深圳港大醫院有關 據報有一個人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撤除胰狀之時 手術兩個月後死亡 據報醫院要賠錢 是怎樣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討論 家人相關的醫院 其實都有不少港人會去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本港仍來到春航 天文台預測今個星期六 低建12度 寒冷有雨 報導的內容提到 踏入春季 本港天氣炸暖環寒 天文台在今日2月29日更新未來天氣預測 原本星期六 3月2日最低氣溫 由13度下調到12度 新界再低2、3度 香港仍來到春航 估計下週初氣溫才會逐步回升 天文台今天說 受到東北季後風 和一度廣闊雲大所影響 本港今晚天氣顯著轉涼 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 吹清淨北方 天文台說 明早上清涼 禮拜六早上寒冷 市區最低氣溫約12度 新界最低2、3度 市民應該留意天氣變化 注意保暖 多村預航的衣物 並關顧長者 還有慢性病患者 當中提到 天文台指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 吹清淨北方 下週初氣溫逐步回升 有幾陣罩雨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稻春航殺到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以往這個時份未必會凍 不過突然之間不好看小 跌回寒冷天氣的水平 越估越低 現在市區也12度 新界又低幾度 估計有機會跌穿雙位數字 各位老友機 各位老人家 多留意天氣狀況 記得穿舊衣服 千萬不要生病 最緊要身體健康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手術當中未發現腫瘤 仍然撤除胰狀 77歲的婦人兩個月過後死亡 據報港大深圳醫院要賠錢 報道機內文提到 內地媒體新京報29日報道 在沒有明顯的惡性腫瘤組織學證據下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在2018年對一名77歲的女性患者 實施了全疑撤除術 即整個疑狀是撤除的 手術過後兩個月 患者離世 其後患者的女兒向深圳法院提出 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民事訴訟 到2023年11月 深圳市中級法院二審判決 港大深圳醫院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賠償患者家屬62萬元 死者家屬表示 希望追究主刀醫生的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 死者家屬說 曾經向深圳委建委反應這件事 對方因為說 違法行為在兩年內未被發現 決定不再給予行政處罰 死者家屬還曾經以主刀醫生涉嫌故意傷害罪 向深圳警方報警 報道引述警方說 那件案子目前沒有立案 正在研究當中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一宗近日就住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醫療事故 最終深圳市的法院判醫院要賠錢 當中說到原來話說 未發現腫瘤仍然撤除疑狀 最終這個病患者在撤除疑狀手術過後 兩個月就死亡 她的女兒入殯追討 另外也講講各大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公屋女就抱怨父母借名買私樓收租 逼捱貴租兼沒得排公屋 網友說不支持她 報道的流問題多了 這位公屋出生的港女在香港討論區發場鐵文大抱怨 她媽媽用幫寶三姊妹讀大學為名 用她的名字扣入一個私人單位出租 港女最初以為有好處 年紀輕輕已經是業主 但後來才發現原來她中介 即然害了自己 她自小和兩個妹同住一間房 由於無法接受兩位妹妹過於吵吵 所以她早於二十幾歲搬走 搬離公屋 每個月需要花五千至一萬元的租金 她曾經因為等錢交租 而借用私人單位收取的租金 想不到竟然被父母大罵 終於發現被父母利用來買樓 她即使是業主 但屋契就在媽媽一毫子的利益都沒有 她兩個妹 及後分別抽到居屋和獲派公屋 但由於她名下是擁有私人物業 因此無法享有這些公營房屋的福利 就說我這一世都享受不到這些福利 她過往的工作薪金都不超過兩萬元 大部分收入都用來給房租 目前因為失業 無法繼續承擔租金 被迫搬回來公屋和父母同住 結果爆發連場的口角 父母不但取笑她老姑婆的性格 買東西給自己這麼便宜 沒有本事 和三十多歲沒有人要之外 還跟她說快點搬走斷絕關係 她直言過去搬出去住都沒有半分怨言 直至搬回家 先發現自己一直給父母利用 就說難道我下半身不是捱貴租 就是和父母住受氣嗎 不少網民建議她賣樓的 但私樓的首期和公樓都不是她出錢 也都難以要求賣樓或者分錢 就說父母很大機會要我轉其他家人的名下 最後我連所謂業主的名份都沒有 也都有網友批評她 就說私樓買不起 公屋又沒有資格 又沒有男朋友 死死氣低頭回家靠父母吧 沒底氣還發什麼脾氣 也都說你都沒有出過首期沒有供過樓 他們只是用你的名字去買樓 你最是當你買了樓又要給貴稅 也都說等他們八年歸老 層樓會是你的 你還是一個先都沒有出過 你試試這樣想 其實父母對你也是不錯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這個30歲的港女抱怨 10年前父母用她的名字買入一個C樓再出租 另想因為這樣的關係 她不能申請公屋 更加不能夠臭居屋 其實這段時間她剛剛失業 回家就和父母住 於是不斷吵架 不斷口角 不過網友就不撐她 就說首先是她自己沒有能力去置業 另外另邊商就說若然父母八年歸老 那個單位最終都變了是她 而她是沒有出過首期 也沒有供過樓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 有什麼人生智慧給過她呢 不妨劉過言 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內地旅客公審搭港鐵最反感的行為 大身即白眼都已經飛上天 網民有共鳴 報道的論文提到 事主近日就在小紅書以標題 來到香港千萬不要這樣做發帖文 附上一張在港鐵車廂拍的照片 提醒大家搭港鐵的時間 請不要把整個身體捉在扶手之上 並說港鐵本來已經很逼 東南亞的妹子整個人貼在扶手缸上面 其他人怎樣捉住扶手才行 事主表示她當時白眼已經飛上天 抱怨這個乘客為何會捉上去 如果感到身體不舒服都可以理解 不過就認為那個乘客的身體看上去沒有大礙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種行為就叫做處男處女 即是說很喜歡那條處的男生和女生 通常乘地鐵的時間遇到這類人都很頭痛 為甚麼呢 很自私 都在柱上 結果你想捉扶手就捉不到 當你想捉扶手的時間碰到她 她是罵你轉頭 或是背回你轉頭 甚麼人都有 結果近日有內地遊客發現香港的港鐵經常都遇到這些處男處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類似的事情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